大家好,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社交媒体的文章 日前,有媒体结合现有叠照以及信息绘制了一张全新一代丰田CH2假想图 值得一提的是,丰田CH2 Prolog概念车已经正式亮相,也预示着新CH2的设计方向,并有望在年内与我们见面 结合此次发布的假想图和此前的信息来看,该车采用封闭式前隔山设计,搭配两侧全新的C字型大灯组,让这款车看上去极具年轻气息 同时,该车隔山边缘采用不同车色的试条进行装点,丰富视觉层次感 丰田CH2 Prolog概念车 有消息称,新车将会基于E3平台进行打造 若真如此,那么新车将会是一台新能源产品 未来或将推出混动版,插电混动版以及纯电动等不同的动力版本 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,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,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,欢迎订阅